大家好,我是龐德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2023年第五代大改款的 Lexus RX系列 好,說起Lexus RX系列 從1999年開始導入台灣的市場 歷經了03、09、15年 一共四代的改款 到現在推出已經算是第五代目 第五代 1999,那不是我在河泰上班的時候嗎? 沒錯,其實Lexus剛在台灣推出的時候 那時候龐德老師還正在河泰上班 算一算已經超過25年的時間了 從1999年上市以來 Nexus一推出 在這個所謂的豪華休旅車 LSUV 這個級距裡面 一推出到現在 長達23年的時間 都是級距內的銷售第一名 好,我們知道SUV 尤其是LSUV 體積大 重心高 當然風足也高嘛 所以常常會有一些可能耗油啊 扭力不足的情形 有些其他車廠可能採用了包括柴油引擎 好,來處理這方面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Lexus呢 它就堅持自己的做法 在汽油引擎之下呢 加入了油電混合 透過馬達呢 來補足啊 汽油引擎 比較弱的扭力的部分 然後呢,維持汽油引擎 跟馬達的一個運轉精緻度 在好的油耗 然後呢 高精製度的情況之下呢 難怪啊 能夠創造長達23年的一個銷售寶座紀錄 好,當時在2015年 我記得很清楚喔 當時我們在日月潭嘛 去試駕當時推出的第四代的RX 坦白說當時它那個外觀 還真的讓我們有一點 有一點點錯愕或驚訝的感覺 就是呢 從之前的比較圓潤的 保守低調的造型呢 變成很具運動風格的 比較有零零腳腳 流線前衛的風格 當時還真的覺得說 哇,這個相對啊 比較保守低調的Lexus車主 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這樣一個前衛的一個作風 但是 銷售數字告訴我們 顯然 Lexus 大者恆大 連續的這個銷售寶座 它就是引領風潮 帶動風潮 說明起來也可以看到 現在的這一種 LSUV 其實甚至於 不要說LSUV 幾乎所有的車款呢 都跟著Lexus呢 走向運動風 好格化 好,那麼在領先23年之後呢 現在第五代的大改款 到底有哪些特色? 尤其是電動車的風潮 這兩年啊 簡直是佔盡了所有的汽車產業版面 到底呢 它的特色在哪裡? 來,我們先從外觀開始看吧 好,那麼這個第五代的RX呢 在外觀上 最明顯呢 當然是那個車頭 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你可以看那個前傾式的車頭 OK,我們知道現在的電動車 電動車的這個造型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不需要有進氣 進氣壩 因為它沒有一個引擎需要很大的水箱散熱嘛 所以呢 那個進氣壩 有些甚至是完全沒有的 那我想這個Lexus它強調說 油電混合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這個車頭 有點電動車的味道 但是呢 它還是保留了一個進氣壩 它這個是他們全新的識別 叫做Spindle Body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搭配的這一個引擎蓋的折線 頭燈的線條向中央聚焦 強調它Lexus的這一個紡錘造型 因為呢 它中間的這一個紡錘造型 黑色的紡錘造型的氣壩 像以前的 以前的設計 因為它變成是無邊緣化淡化了 但是呢 強調 我還是這一個家族的識別 所以頭燈呢 向中間聚焦指向說 你看 還是紡錘 好 那我們今天開的這一部350呢 它是三眼式的LED 附上AHS 好 再來是測試 側面 側面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 我覺得大致上是延續了 延續了第四代的一個勾勒 但是呢 肌肉感更為明顯 尤其側面的那個S型更為明顯 那麼在C柱上呢 經典的這一個懸浮造型 依然是維持的 它整個前後軸和車頭車尾的比例 也做了調整 好比說呢 它的軸距 前後輪的中心點 比起前一代 增加了6公分 這對室內的空間 以及車輛的直徑性 都所幫助的 那麼整個車長並沒有改變 那你可以想像吧 車長不變 軸距變長了 那一定呢 前軸或後軸 離車頭或車尾的距離 一定是有縮短的 好沒錯 所以呢 它在這個後軸到車尾的這個部分 縮短呢 6公分 而從車的正面來看的話呢 車高呢 降低了1.5公分 而車寬 也就是輪子的左右的距離 前輪左右輪距增加了1公分 後輪輪距呢 增加了4.5公分 左右輪距的增加 除了視覺效果之外呢 就像人 腳帳越開 是不是站得越穩 所以輪 左右輪距越遠的話呢 對於車子的 左右的 這個穩定性呢 一定也是更好的 再來看到車尾 車尾的部分呢 有一點所謂的類Coupe的小壓尾設計 可以看出 在尾燈上方 有一點些微突出的感覺 貫穿式的LED燈條 和漸層式的尾燈 都這一次全新的一個設計 好 那也是搭配我剛才講 後輪左右增加4.5公分嘛 所以這所謂的 講爆龜啊 寬輪拱 就是呢 側面的這個雙S呢 更肌肉感的一個來源之一 好 再看到外觀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動力的部分 好 陳日我一直強調的 目前在這幾年啊 電動車風潮 好 席捲全球 訊息席捲全球 這個情況之下呢 它其實有自己的一番看法 那麼在這一次的最新款的 Lexus呢 我想也是體會它這個邏輯啦 所以呢 這一次的最新的Lexus RX系列呢 它從 RX500h 那個是性能版的 然後呢 Direct4更先進的所謂的電子車軸的 這個部分呢 以後有機會可能可以介紹 然後呢 再來就是450h Plus 它那個H呢 這個油電呢 是插電式的 Plug-in的 更多元的一個變化 那再來呢 就是RX350h 就是一般大家所熟知的 OK 就是Lexus 這一個所謂的油電混合系統 再來呢 就是RX350 就是我們今天開的 純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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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呢 另外也提供了350F 就是F support的版本 在現有的汽油引擎 比較傳統式的汽油引擎 條件之下呢 加入了一個傳統式的 機械式的 四輪驅動系統 這樣完整的一個動力組合呢 讓消費者可以完全做到呢 因地質疑 依照自己的需求 喜好 做出最適合你的一個動力組合 好 那麼在底盤的部分 我們先不講傳動的部分 先講懸吊的部分呢 前軸是麥花城支柱式 後軸呢 是全新開發的多連桿系統 好 這個底盤來自於所謂的 GAK模組化的一個平台 搭配高剛性的車體 它這一次的強化呢 一方面是輕量 較舊款呢 少了大概90個公斤 那麼呢 反而硬度更強 在車尾的結構強化 然後呢 焊接的方式 用所謂的高密度 雷射焊點 好 那當然 你有一個好的一個 韌性跟剛性都好的車身之後呢 怎麼樣懸吊能夠把它 放大到更好的性能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個麥花城支柱 就是前軸的部分呢 他們把這個上支架 角度做優化 讓它垂直的衝擊 能夠分散 你直直的一定是力量最強嘛 你分散之後呢 你這個垂直軸的力量就減輕了 那麼 AVS呢 就是F support 像我們前陣子式的F support 由AVS呢 它就可以搭配 不管速度 或是車輛的G值 這個避震器彈 往上下運動的這個頻率呢 來調整它的阻尼係數 好 那後軸的部分呢 是全新開發的一個多靈感底盤 好 它包括懸吊的幾何角度的襯套呢 給它最適化 就那個軟硬 你太硬太點嘛 太軟幾何又不準對不對 最適化 那麼這樣呢 能夠增加過彎時候的抓地力 然後一樣跟前面一樣 簡陣筒的角度強化 然後呢 懸吊臂的其中一臂 那個位置呢也做了調整 好 在這樣的動力 車身 跟底盤的搭配 開起來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來 我們趕快上路試試看 好 來 我們開始試駕 這個Lexus 我想毫無懸念 就是所謂的行路質感 非常的細膩 隔音很好 這個基調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 然後呢 RX這個車非常的大 整個的 這個視線也非常的好 好 那麼 避震器喔 基本上還是屬於偏 偏舒適的感覺 那麼今天開的這個是RX350 相較於上次開的F Sport 四輪驅動 那F Sport呢 是有AVS 就是隨著路況來調整的電子避震器 但是呢 其實不管有沒有AVS 其實在Normal的狀態下 也是屬於偏舒適的感覺 好 那在駕駛模式的部分呢 那我們看 Normal Support ECO 你最主要會看到改變的就是 魚腰板 中間那一塊顏色的變化 Custom的部分呢 我們看內容 它的內容呢 因為 它這個底盤 並不像F Sport的 有AVS 所以呢 動力 動力傳動 就變速箱 油門 然後轉向 應該就是輔助 方向盤的輔助 再來空調 OK 好 各式有兩到三段的一個變化 好 這是一顆2.4升279匹 波輪增壓引擎 其實加速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其實甚至於啊 我覺得在起步加速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 二輪驅動 前輪驅動的感覺 所以呢 它這一個雖然說 動力傳輸 沒有辦法傳到 在起步瞬間的時候呢 後輪的抓地力比較好嘛 但是呢 到底 到底少了一個 中間跟後置的一個驅動設備 整個開起來感覺 還是比四輪驅動來的輕快的 好 那在安全設備方面呢 也升級到了3.0版本 那在哪方面有升級呢 我們看一下 在內裝的部分 我們今天開的這一部350 它是一般的標準天窗 那當然它有更高檔的 還是有全景天窗的選擇 比如說 這個 旗艦版或F-Sport版 就有全景式的天窗 好 那這儀表版跟 新NX一樣 所謂的這個Tazuna的這一個 握著僵繩的這種概念的理念 是非常相同的 最顯眼的當然是這一個 大屏幕的多功能 多功能的資訊整合系統 它包括了有14吋和9.8吋 各搭配不同的一個等級的車子 那這個操作其實大家應該已經很熟悉了 你要看導航 它內建有導航 你還可以去連接 Apple CarPlay 或者Android Auto 音樂就音樂 這個車輛設定就車輛設定 我們待會試駕的時候會操作 好再來看到中傳的部分 今天這台350 你可以看到在大螢幕的下方 這個左右的空溫 這當然是左右獨立恆溫空調 然後中間一個音響的按鈕 像現在比如說我們要倒車 這其實很好用的 它整個螢幕的顯示 其實非常精準 但有些人就是明明有這些東西還要回頭 很奇怪 那就是我 其實是很精準的 你看看看 對對對 然後呢 只要 它其實很靈敏 只要旁邊有些障礙 不只警告 它還幫你直接煞車 所以其實要善用這些科技 有些個兒比較嬌小的 比如說有些女性朋友 哎唷 要開小車其實不見人 有輔助設施 其實這種大車 我們看到很多的貴婦 身材蠻嬌小的 開這個RS 開得高高興興的 這是一樣的道理 好 再往下看到今天這部350 這個出風頭的下方 有兩個 兩個這個Type-C的接頭 那置物箱打開來之後呢 一個Type-C 一個充電插頭 等於說有三個 然後呢 旁邊是一個USB的連接接頭 那在下面呢 就是無電充電板 那左邊當然很明顯啊 是我最喜歡的 線傳排檔 這個從New NX就開始出現了 線傳排檔有很多好處 就不太贅述了 那後方包括有這個Auto-Hot 電子手煞車 然後呢自動起壁 和防滑系統的起壁等等的 那後方的這個置物箱 是左右 左右分別獨立開啟 所以呢不管是副駕 或者駕駛座 你要打開置物箱的話呢 都不會卡卡的 好那350的座椅喔 其實是駕駛座跟副座都是電動調整的 而且駕駛座是有三個 三個記憶模式 那做起來的這個包覆感 跟舒適度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那麼相較於上次開的F-Support 好所以這個椅子 哇這個很貼喔 而且左右很抓 然後呢這個地方還有什麼 通風跟加熱的功能 F-Support應該因為有雞皮 但造型我覺得做起來 舒適感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這個沒有雞皮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摩擦力 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呢我覺得乘坐感 依然是非常的好 好那麼後座呢 一樣是分離座椅 那有從行李箱 做一件傾倒的功能 那這個尾門呢 也有這個自動起閉的尾門功能 那特別要強調就是說呢 這個後座它本身的空間很大 然後呢有後座出風口 獨立空調 你可以調整溫度 然後呢還有Type-C的充電孔 那最重要的是它那個後座的角度 也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整體的這個便利性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好 好這一次呢很幸運的 我試駕到了兩款車款 一個是350F F Sport 四輪驅動版 一個呢是350 這兩者的差別就是 一個是四輪驅動 一個是兩輪驅動 當然其他有一些舒適配備 還有一些落差 還有外觀內裝等等的 好 那麼其實我坦白說 我覺得在這個 23年龍頭寶座的RX來說 我想它的主力車款 一般都是落在 這一個純氣油款 純氣油款 而這個F Sport呢 當然比如說AVS啊 有更運動化的感覺啊 這個運動化座椅等等的 那麼再搭上四輪驅動 那也成為我剛才前面提到的 它當然能夠應付某些呢 極端情況的時候呢 提供一個特殊的功能 但是呢在平常的一些 通勤啊 運輸等等 和開起來的感受 坦白說啊 你真的問我的話 我覺得呢 這一個單純 前輪驅動的呢 開起來是最輕鬆的 最輕鬆的 好 那當然我前面有提過 就是Lexus呢 它當然已經宣 已經宣告說 在應該是三五年吧 要成為純電的車款 但是呢 整個集團 其實並不是要走向全面的 電動車化 而是電氣化 透過呢 電來輔助 讓油的效能更好 因地置疑嘛 所以呢 這一次我覺得 除了這個優勢的車款 推出各方面的條件之外 我覺得最讓我覺得 有趣的就是說呢 它的車 它的這個動力源的分佈 這個純油 還是堅持要出 純油 然後呢 他們最擅長的 不管是油耗表現好 性能更突出的油電系統 OK 當然也在名單之列 而且還細分為 標準的油電 插電式油電 然後呢 訴求高性能的 高性能的油電車款 像這個 500H 那麼 這個 電子化的四輪驅動 就是呢 引擎 前軸的引擎馬達動力 並不透過機械方式 傳到後軸 而是呢 單獨在後軸 建立一個馬達 來做一個呢 一般四輪驅動 所需要的一個 扭力分配的動作 那馬達我們知道嗎 是扭力恆定 一給它訊號 馬上就可以達到你要的扭力 所以可以做到更精準的 所謂的扭力分配 達到更好的動態效果 所以這個概念呢 我覺得 最新的 他們最熱賣的RX 做這樣的一個動力源的分配 應該就是為呢 Nexus 或我們講說 整個豐田集團 未來 所謂多元化的動力源 運聚 這方面呢 做得最好的一個註解 我是龐德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下回見囉 掰掰 下回見囉